涂魏天津老火车站,始建于1888年的天津东站,又趁老龙头火车站,途中建筑如今已被拆除,1988年,老龙头车站拆掉后改建,扩建,成为了如今的天津站,涂魏浙江杭州老火车站,途中的车站为1939年重建的车站,杭州站始建于1906年,当时趁清泰门站,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, 车站于10月先后遭新华日军两次轰炸炸毁,杭州已于12月24日为日军占领,日据杭州期间,车站于1939年重建,1942年启用,外观采用日本奈良时代的建筑风格,旧车站在1997年拆除,新站于原至1999年落成启用,突围山东青岛老火车站,老火车站,始建于1899年, 由德国人威尔勒和格德尔茨设计,山东铁道公司施工的,建筑具有德国文艺复兴建筑风格,在1991年,增设交集铁路富贤工程,青岛火车站扩建,将德建老站基本拆除,在原始改造重建,1994年8月8日,青岛火车站广场,地下建筑工程主体提前封顶, 原楼拆除,原楼正立面被基于新建筑中,改造后的车站就是当今的模样,图为哈尔滨老火车站,老火车站,始建于1899年10月,是原中俄共同修筑的东兴铁路中东铁路的中心枢纽站, 图上的建筑是由俄国著名建筑师基特维奇设计,总建筑面积2700平方米,采用新艺术运动建筑风格,造型舒展大方,在1959年火车站扩建时老站被拆毁,图为湖北武汉汉汉口老火车站,大志门火车站位于湖北省,武汉市江岸须京汉街,又名京汉火车站,于1903年建成启用,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汉口 火车站,车站为法式风格建筑,是中国第一条长距离准轨铁路,金汉铁路的终点站,金广铁路建成后设立新汉口站,后来仿造大志门站的建筑风格,改造成今天的汉口火车站,原站时不再沿用,图为山东济南老火车站,济南老火车站是指金浦铁路济南站,是19世纪末,20世纪初德国著名建筑师赫尔万菲舍尔设计的 一座典型的德国风格日尔曼市车站建筑,它曾是亚洲最大的火车站,登上清华,同级的建筑类教科书,并曾被战后西德出版的《远东旅行》,列为远东第一站,该站在1992年,被拆除再次基础,上建了如今的济南站,图为山西西安老火车站,西安老火车站是建于1934年12月, 于1935年6月正式运营,该站为古色古香的中式风格建筑群,在1936年更名长安车站,1952年恢复西安车站名称,该站在1984年,被拆除建了如今的西安站,图为吉林长春老火车站,老火车站,实践于1913年4月,1914年5月竣工, 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,建设费用32万日元,设计者为青木局智郎和平泽一平,为满出七衬新京站,一些老长春市民,大都趁只为投到沟车站,1992年老火车站被拆除,图为辽宁沈阳老火车站,车站开战于1899年11月,1904年,日俄战争爆发,奉天站被日本占领并改名为奉天义, 1910年10月1日,举行了车站,搬迁一试,就此沈阳站的位置便固定下来,奉天义建成后,先后经历了1926年和1934年两次扩建,是当时中国东北地区,最为重要的客运中转车站,图为北京老火车站京凤铁路正阳门车站及前门站,车站始建于1901年,光绪27年,1906年正式启用, 客运为主,货运刺吃,从兴末至新中国成立,一直是北京最大的车站,1959年,新北京站开通运营,这座建筑完成了它作为铁路车站的历史使命,此后曾改为科技馆,文化工,商城等,现为中国铁道博物馆,图为南京下关火车站,下关火车站始建于1905年, 时辰江宁车站,始护宁铁路起点和中点站,1927年,江宁车站改名,为南京车站,又因其处于南京下关一度称为下关站 1947年,南京车站扩建,规模为中国之首,解放后,南京车站改名为南京火车站,简称南京站,1968年南京长江大桥简程后,南京站改为南京西站,南京站迁入新址,2012年3月25日,该站停止客运 1947年,南京火车站,字幕静止客连接,前后,南京车站连接,前后,南京车站站起来